嘿嘿 来吧校服店们 跟姐姐揍 姐姐帮你们把蚂蚁窝换成黄金的 败家小老外 你不帮我捡破烂 你掏蚂蚁窝干啥 哈欠 这不是昨晚我睡好困着你吗 请爱迪抽抽老板 要不咱卖杯咖啡喝行步 就知道给我捣乱 行了 等我把这个垃圾桶捡完的 主人捡到破旧茶具一套 激发特殊奖励 奖励价值8亿元 大名成化斗彩三丘杯子一对 哎呦 好东西啊 上次听小泉那货给我的 画了个曲 请爱迪抽抽老板 这小辈子好漂亮 嘿嘿 见面粉一半 这个鬼恶脸 喂喂 败家小老外 你给我小心点 这可是好东西 嘿嘿 指道咧指道咧 抽抽老板 那坤底都要睡着脸 来吧 那待你去喝咖啡 来吧 阿姨给我来晾杯咖啡 用这个飘飘的笑杯杯壮 躲躲方饼筷 败家小老外 谁让你用 嘿嘿 宝那么笑气吗 大不了我请你喝 收款到账20元 有货 这不是我们村子的 第一大才子方小凡吗 不是考上985名笑了吗 怎么现在混得这么差 连十块钱的手冲咖啡都喝不起了 还要自带杯子 真是笑死人了 哇嘞个曲 请爱迪抽抽老板 真是自呆装痞剔痣啊 嘿嘿 这哈又又好惜看脸 实质创 呵呵 好巧啊 咱们十几年没见了吧 那可不 十几年没见 没想到你竟然变成破烂老了 这还真是老天有眼啊 有可 挺这意思 你恨恶请爱迪抽抽老板又愁啊 威尼克得抓进又冤包冤 又愁包愁 何止有仇 我小时候挨的每一顿打 都是因为他帮小凡 每次考试他都考第一 老子考到数第一 害我回家就被揍 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你成了破烂老 这十块钱的咖啡 就是你最后的倔强了吧 那真不好意思 我还让你以后都喝不起这里的咖啡 今天我就用我的实力狠狠打你的脸 让你跪下来仰望我 我要把你的自尊按在地上摩擦 哦 难不成这家咖啡店是你的 果然穷人就是鼠目寸光 你看我这一身上下都是名牌 怎么可能沦落到靠一家利润微博的糖水店谋生 实话告诉你 这一排店铺都是我的 我是这里的包租公 是不是很厉害啊 房东 这是这个月的五千块房租 这个月房租涨价了 要三万块 再去拿两万五过来 另外这个臭剪破烂的 以后不许卖给他咖啡 房东 我们上个月才签合同 五千块一个月 怎么就突然涨价了六倍 这店铺是我的 自然是我怎么说怎么算 咦 这个片区的商铺 不都是在我的名下吗 什么时候他变成包租公了 实质创 先不说这里是不是你的 就说这合同签了就具有法律效益 你单方撕毁就不怕赔偿违约金吧 有货 方小凡你个穷鬼在教我做事 哼 在这里老子就是罚 老子想涨价就涨价 租不起就滚蛋 你看我这卖的东西也赚不了多少钱 你能不能涨少一点 一分都少不了 要是你交不起这个房租 我可以好心教你赚钱的办法 哦 你有办法 当然你看你每天都上千人排队买咖啡 一杯咖啡加三条速溶咖啡成本都九块钱了 这是行不通的 只要一杯咖啡里加一条速溶咖啡 然后卖到48块钱一杯 这样房租不就是出来了吗 同时还能让这破烂佬这样的穷人买不起 一之两得 好 这真是黑心房东 见婆婆的手冲咖啡赚钱了 就趁机涨房租 太缺德了 不行 我卖十块钱冲三包的咖啡已经十年了 我不能为了赚钱去降低我咖啡的质量 婆婆 好样的 以后我们经常来照顾你的咖啡 对 我们也来 一个穷屌丝 谁让你在这里带人起哄的 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撕烂你的嘴 黑心房东 黑心房东 哼 就你们一群喝不起80块一杯星期客的穷鬼 只能来排队喝十块钱低端不卫生的咖啡 有什么资格跟我身价过百万的人说话 我们都是看着婆婆当着面给我们冲的咖啡 怎么就不卫生了 呵呵 你们要是喜欢喝这家咖啡 那就花48块钱一杯买咖啡 只老太婆凑房租吧 今天交不起三万的月租 这个店就给我关门 呀哈BB 这位朋友 你整堆抽抽老板 恶母一见 但你连累婆婆 莫可走不愿一脸 混一边去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这破烂老是一伙的 再敢BB 小心我动手打女人 混蛋 你竟然把那心爱的笑伯伯大碎脸 你完单脸 莫舍的 舔王老子来脸 也走不料你 实质创 你是故意打碎这杯子的 哈哈 没错 老子就是故意的 有办法你想去啊 则则 不过我把话说前边 我可是身价百万的大老板 你要是感动我一下 我让你们后半辈子靠药饭为生 不过这外国小妞挺漂亮嘛 怎么样 要不要跟了哥哥 哥哥以后天天请你喝星期客 哈哈 先羞辱你 再抢你女人 这感觉真爽 呦 完蛋 那要你和这辈子一样比虾唱 呦 和小妞性格还挺烈 不过我喜欢 靠 败家小老外真的怒了 这家伙说的可不是比喻 要是让这败家小老外由这性子来 估计这实质创真得变成碎片 淑女一点败家小老外 交给我解决 实质创 我给你的机会 把我的杯子赔了 看在同村的份上 今天的事情 我可以不和你一般见识 哈哈 大家看到没 这果然是穷人身上最典型的特质 目光永远盯在自己的一小部分损失上 他宁愿被羞辱 也不放过这破碗的赔偿款 好啊 诺这是280块 够了吧 280块 我这个杯子是 哈哈 你想说多了10吧 我就是故意的 杯子20块 咖啡时 剩下的250 就当我给这位外国美女请眼科请专家挂号的费用吧 毕竟要不是眼瞎了 谁能看上你这种剪破烂的穷鬼 哎 我一心想救你 你咋就不领情呢 算了 这两只杯子是价值八个小目标的 大明成化豆彩三丘杯子 你这就是四个小目标 你这钱还差很多 有货 方小凡你穷疯了吧 就算你要疯磁 能不能别那么贪心 你要是开价几千块 我心情好兴许会赔给你 但是张口就四个小目标 你能买得起吗 哦 你说的不会是金巴不为必吧 则则 我建议你去看看脑科吧 我在后面排队买咖啡 居然听到大明成化豆彩三丘杯 在哪 在哪 我看看 斯 这是不是大明鼎鼎的健保大师马维都吗 想不到您也来买咖啡 您来得正好 请您帮我鉴定一下 这个怎么破杯子 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我就照价赔偿 如果是假的 嘿嘿 我就报寻补 告他碰瓷 斯 这张 这难道是成化豆彩三丘杯 天啊 这简直和国家博物馆那一个残次品 一模一样 如果是完好的 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谁 到底是谁这么混蛋 竟然把如此国宝摔碎了 马 马老师 这铺杯子很值钱吗 值钱 不不 不是很值钱 呼 那就好 这是无价值宝啊 最少价值这个数